胡仁在今天的NBA比赛里 主场119比217输给灰熊 胡仁结束四连胜 胡仁三节落后24分 最后沃格尔只能换下主力阵容缴械投降 全场詹姆斯19中 14得到35分 9篮板7助攻 三项数据全部是球队最高 但让人尴尬的是 詹黄在场胡仁竞负30分 这也是全场最高的 很多球迷都爱拿本场詹姆斯的竞胜分来说是 但平心而论詹姆斯也打出了较高的水准 胡仁输球和他无关 胡仁输球詹黄确实尽力了 胡仁四大手发微少 布拉德利 约翰逊 蒙克合计才得到22分 除去詹黄外 其他手发得分都没有得分上双 所以胡仁输球也在情理之中 本场比赛胡仁输球也暴露出手发球员的弱点 如布拉德利 约翰逊连别的球队大名单都进不了 但在胡仁如获至宝 这也说明胡仁的阵容太弱 微少出战26分中 12中2得到6分7篮板6助攻 他本赛季场均19分 8.1篮板8.2助攻 但3分命中率只有29.8% 对于微少的表现詹姆斯 说微少需要提高投篮 我们也在寻求无球打法 当微少高水平表现的时候 我们就能完成快攻得分 有球迷做了个统计微少本赛季对阵 目前东西部四强的12场比赛里 场均15.9分 4.9失误 命中率38% 这要远远低于他本赛季的数据 从微少的表现看他 也就是打落队表现正常 打强队就原形毕露 而本赛季微少的工资 是4421万 灰熊的策略就是让詹姆斯单打 然后灰熊重点防守 胡仁其他球员 这也让胡仁其他首发球员 有很多勉强的出手 从而导致命中率下降 胡仁这样打也是欺负胡仁没有人 胡仁也可以通过这场失利 看到自己的弱点 从本场比赛来看胡仁 被灰熊彻底限制 胡仁打得非常差 可能这也就是胡仁季后赛的水平 胡仁现在的问题 是拿着4421万年薪的微少 可能也就兑现了1000万的价值 拿着3536万的戴维斯打球的动力不足 戴维斯本赛季出战23场比赛 可以得到23.3分9.9篮板 但戴维斯场均3分2.1投0.4中 命中率只有可怜的17.9% 但问题是戴维斯3分不准他还喜欢投3分 他不喜欢和对方拼身体 然后在内线要到位置得分 从中也可以看出戴维斯的打球态度 自从19-20赛季帮助胡仁拿到冠军以后 戴维斯打球的动力明显降低 他在胡仁季后赛对阵太阳的前夜 还通宵打游戏 如此不负责任的行为 也导致胡仁在季后赛输给太阳 从胡仁球员现在的实力看 拿着高薪的戴维斯 微少都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所以胡仁只能牵下布拉德利 约翰逊等底薪球员解困 本赛季胡仁牵下多名老将填补球队的空缺 但从胡仁的现状 看安东尼等人都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胡仁原本希望阿里扎发挥外线防守攻兵的重任 但现在看阿里扎也不会让胡仁满意 胡仁三句头礼 詹姆斯老树开心花打出了高水平 他已经连续11场比赛得分过25 这11场比赛里有市场得分30 可见詹姆斯已经尽了全力 但4421万的微少只打出了1000万的身价 戴维斯则是缺乏责任心 无法打出最佳水平 所以老詹现在也非常累 即便他打低再好 也无法帮球队拿到冠军 在沉默那里有筹腾底换的 维修与是缺陷队